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是我男朋友 从那一刻开始 其实承骁把憋在心里的话说了出来 承骁一边替顾南婷解围 另一边和顾南婷的关系又进了一步 承骁撩顾南婷的技能太纯熟了 难怪顾南婷很难驾驭 并且也对承骁有了期待呢 承骁请顾南婷的这顿饭非常值 不仅摸了顾南婷的手 而且还抱了她的胳膊 更让人激动的是 顾南婷亲手给承骁扎头发 看着两个人的互动太甜了 当然顾南婷虽然一直不承认自己喜欢上承骁的事实 但她做的事情哪件不是为了承骁呢 她好哥们尼站去了承骁的家里 她就在承骁楼下 在车里一直等到晚上 看着两个人出来才回去 直到承骁生气 特意买脱口秀的票送给她 其实顾南婷就是嘴硬 不然也不会让承骁误会 否则承骁也不会因为一张照片 跟顾南婷摆臭脸 毕竟承骁也是一朵人见人爱的花呀 承骁和顾南婷都有事业心 而且相互学习 在彼此的身上发现闪光点 看到了自己身上的不足 我们发现只要顾南婷和承骁在一起 她的笑容会越来越多 关键是 她并不反感承骁的所作所为 愿意承担承骁犯下的错 愿意替承骁担责任去背锅 愿意陪着承骁吃饭 愿意为她喝酒 愿意为她扎头发 这些都是她为承骁做的改变 虽然她俩的感情路有点小波动 不过这些道路上的小坎坷 恰恰让她俩的关系更加紧密 期待顾南婷和倪战 一起对承骁展开攻势 其实有很多小伙伴 占倪战和承骁在一起的 觉得倪战更加深情 比郭南婷好多了 还体贴 是一个家庭试用男 郭南婷的头话太多 怕承骁斩不过来 向风而行距离 谭松印突破以往形象 饰演一个在律师母亲 强烈控制意下 艰难成长起来的 帅气女飞行员承骁 当王凯饰演的领导 郭南婷问她 你为什么会选择飞行员 作为指引 承骁不假思索的回答 因为自由 飞行可以摆脱地心引力 追着太阳跑和群星作伴 承骁的飞行自由论 让一向不苟言笑 注重纪律的上司 顾南婷无法理解 她认为 飞行工作室 规章纪律 是要付出自由的代价 去完成你的职责 于是铁面无私的帅气上司 和爱闯祸 争强后胜的 叛逆下属之间的 欢喜冤家好戏上演了 魔鬼叫圆管太炎 不让女学员游泳 原来背后 竟藏着一段虐心往事 承骁在自由自在地 玩海上摩托 哪知道 冷面教员顾南婷 神色异常紧张 竟然下海 把玩耍的学员 捞了上来 也不惯人家女生生气 顾南婷左手插腰 喋喋不休地 像个老父亲 不可以在海里游泳 不可以骑海上摩托 不允许做任何高位运动 你有病吧你 我怎么就不能游泳了 你凭什么管我 你只是我的教员 不代表你可以约束我的一切 我不用你对我负责 求你以后离我远点 不能挺老人的控制欲 一定让承骁想到了 母亲的病态的爱 承骁从小就在承母的逼迫下 文化艺术样样不浪 墙上挂满的奖状 是承母骄傲的教育成果展示 可承母却从没问过承骁的想法 甚至是偷偷改掉承骁的高考志愿 她认为自己已在律师行业奋斗多年 人脉和资源都已积累不少 女儿不应该选择航空大学去当飞行员 承母的病态控制欲 让承骁特别渴望自由 没想到在单位里 却又遇到个刻板啰嗦的铁面上司顾南亭 还好顾南亭长得还蛮帅 高挑挺拔的身材 一身帅气的制服加持 可不就是行走的荷蒙吗 上帝视角的观众们当然明白顾南亭 看到承骁海里玩耍的失态 是因为顾南亭曾有个特别相爱的女友 为了她学飞 却遇飞行事故落海身亡 走不出惨痛回忆的顾南亭 历史所有的飞行员必须严格遵守制度 对学员的要求一定是高于运行手册的 摸手成规的她 宁愿被学员误会 也要坚守规则 她害怕灾难重演 总有一个人的出现会改变你的规则 你可以做一个没有感情的工作机器 但是你不能让所有人都跟你一样吧 下属送送女朋友过生日 跟顾南亭请假 她却以每次的例会 都是飞行员提高安全意识的 关键环节 为由不准假 直接导致下属和女友分手 好打抱不平的承销 实在看不下去 冲到领导办公室 一顿精彩输出 让这个铁术一般的人儿 终于意识到自己有些过分了 事后 一脸和善的又是送礼物 又是对下属送送主妇 如果以后真有什么事 跟我说清楚 会给你准假 不太适应领导态度转变的 送送一脸懵 还是一旁完全听懂的承销 轻松翻译 哎哟 真能绕 她是想说 你的女朋友竟然跟你走不远 那就让她速速退下吧 旧的不去 新的不来 果然 卤水点豆腐 一物降一物呀 那么有原则性的顾南亭 在遇着克星成销 也是只有听劝的份 现年已40岁 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的 湖北籍演员王凯 凭借一米八二的大高个儿 和出色的外形条件 把有些拧巴的禁欲戏领导顾南亭 诠释得非常完美 王凯的长相最突出的 是那一双湿漉漉的小鹿眼睛 深情且无辜 就算知道她饰演的角色有些偏执 但被她冷酷又儒雅的那样望着 说实话 很难不真心原谅她 更别提她那修长秀气的手了 哎呀 王凯和谭松云虽然有偶像剧的外表 但是他们却凭借着正剧般的演技 把一对彼此逐渐靠近的 暧昧欺男女情感 拿捏得相当准确 承销受伤注月 顾南亭一脸关切地问 怎么样 头还晕吗 承销答非所问 面带微笑 直接要爱 反问对方和另一个美丽空姐的关系 你和李雨衡是什么关系 你喜欢她吗 看顾南亭 张儿摸不着头脑的样子 承销心下了然 要说承销情商太高了 知道面前这个男人感情很迟钝 需要帮他开开窍 有件事情你可能不知道 你有没有发现你违规了 当时机舱内状况不明 率先登记的只能是消防员 你为什么宁可违规 也要登记救我呀 一脸笑意的承销背着手 漫不经心地问 不得不说 导演太懂我们了 马上给了一个王凯 紧张的手不特写 代表着他心动了 总有一个人的出现 会打破你所有的原则和底线 成为你的例外 而承销就是顾南亭的例外 希望后面两人有甜甜的恋爱吧 两个受过伤害的人 能彼此救赎 共同成长 向风而行这部剧 不只向我们展现了飞行员 空姐等职业光鲜 外表下的不意 也告诉我们 总有一个人的出现 会让你原谅之前 生活对你所有的刁难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